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 2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彦东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国务委员杨洁篪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 财政部长雅各布鲁出席联合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美国副总统拜登出席并致辞 与此前中美在个别问题上经历麦克风外交不同 致辞者们当天竞相对双边关系释放乐观信号和对话善意 刘彦东在致辞中表示 本次对话规模空前 中方警政部级官员就有13位 部级官员达40位 充分体现中美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主席带来他给奥巴马的口信 表达对美方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只要中美从大处着眼 观众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坚持建设性方式 避免战略误解误判 分歧就可以得到管控 共同利益就可以得到维护 刘彦东说 本轮高层磋商主题是交流互建合作共赢 中美将在教育科技文化 抑郁妇女青年卫生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 让新型大国关系更有温度 更有韧度 更有深度 更有广度 邦阳表示 本届政府已举行两轮经济对话 累计达成一百七十多项成果 其中一些成果现在看起来还微不足道 但这些合作的草种 有一天遇到机会的雨水 就会成为共赢的草原 两国利益高度融合 谁也承担不起放弃合作 全面对抗代价 杨洁篪表示 希望此次战略对话 能够深化能源 环保 两军执法等领域合作 推动在亚太实现积极互动 包容合作 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 加强沟通和协调 发掘气候变化 海洋保护 全球发展等问题上的合作潜力 美国方面也强调合作积极面 希望两国避免战略误解误判 管控分析 同意对话是比对抗更好的选择 的练习和安全性 练习 我们不认为全国的关系 都不认为全国的关系 没有任何国内认为全国的关系 但我们不认为 那我们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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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已经看见 眼到眼 是不特别的 或者不认为 那些人 但是 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鲁瑟表示 作为两个最大经济体 美中合作有助于两国繁荣 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拉动内需 对全球发展繁荣是有帮助的 希望两国能够对话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相信对话会达成更积极 具体务实的成果 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对话呢 在美国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今天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华盛顿U报 以及美国主要的几个电视新闻呢 都对这个对话呢 进行了报道 我个人认为呢 中美之间这个对话 在一个相对坦诚的范围内展开 而且呢 我相信 两国政府经过这个对话之后呢 应该能够取得一些建设性的成果 为什么这样讲呢 虽然这个白宫目前面临着共和党 包括一些媒体的压力 认为应该在一系列问题上 对中国进行施压 但是呢 奥巴马政府目前在很多问题上 需要中国的帮助 首先是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 这个气候会议上呢 奥巴马希望中国能够携手 美国在环保 减少温室体制排放上呢 有所成就 另外一个呢 奥巴马政府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 是同伊朗政府进行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谈判 在这个谈判中呢 中国政府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目前为止 在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呢 奥巴马政府应该更需要中国政府的帮助和配合 好的新闻话题呢 我们来联系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屏幕红林 以及台北演播室的嘉宾李建南 在开幕式上啊 第一个发表讲话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是引用了我们中国的古语 来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他说呢 中美关系要登高望远 要互相学习 这样呢才能增益其所不能 那么怎么解读他的此番表态 而增益其所不能指的是呢 增补所缺少的才识能力 那么双方到底缺少什么样的才能呢 红林您觉得 那么登高望远 才能够使很多小的波澜 不会显得特别巨大 如果拿显微镜去看 恐怕水杯里的一点点波澜 都会波浪滔天 另外一个呢 就是增益其所不能 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事实上双方都有着自己的价值观 或者说价值取向 但是呢 就是如何能够和谐 直接的处理双边的关系 那么也会变得更加重要 从美方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那么增加对中国的理解 毕竟中美两个国家 它的这种价值观不同 包括社会制度不同等等 因此美国不能够拿自己的标准 对中国进行衡量 或者说 画出这种条条框框等等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那么很多的问题 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 得到逐渐的那种解决 一方面 中国会越来越重视 那么这些问题 包括解决的这种方式 同时呢 也是希望 那么国际社会 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发展国家 能够有足够的耐心 不要在这些问题下 恒加指责 因此 我觉得这个增议 其所不能更多的是 存在于中美两国之间 这种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毕竟在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的情况下 那么很多的问题 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或者说 中美能够更好的管控彼此之间的这种分歧 嗯 那么本轮对话之前啊 由于美方的无理炒作 中美在南海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大 国际上 对两国能否继续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也是产生了质疑 而临近对话前的18号呢 美国务院的官员 拉塞尔表示说 美方支持外交途径来解决南海的争端 以及中美都亦受到网络攻击 需要合作应对 可见啊 这个美方是有意降低了调门 那么请教一下林先生 您分析一下美方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 美国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呢 对于这个中美呢 双方互相这样将此兼职下去呢 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有过一个反省 那么觉得这双方呢 就是说对话会比对抗好 那么要对话当然就要有一个互信为基础 那大家就互相为对方立场想想 以及共同立场想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香格里达会谈呢 我们知道香格里达会谈 在第一天美国是很强硬的 国防部长呢 强烈要求中国立刻停止 在这个南海呢 这个填土造岛 但是第二天呢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讲了说 在法律上那个是中国的地方 你美国这样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结果第三天呢 奥巴马转环了 那么第三呢 最重要的就是9月呢 习近平要访美 那访美呢 他要铺成友好的一个气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讲话呢 就比较得体 也比较恰当 也比较周延 另据报道呢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委 23号在华盛顿表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就是亚投行 一直呢 是向美国与日本敞开大门的 不过关于亚投行的事宜 中美两国并未在这次对话当中谈及 在这种气氛坦诚的会谈当中 美国对于加入亚投行的态度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美国不会说这个会谈改变 美国可能其实心理上 他也在思索 不加入亚投行 可能是一个愚蠢的一个想法 美国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来 就是说这个这个是不治的一个行为 我们知道就是任何国际组织 你参加才有发言权 那美国你要重返亚太 那么对于亚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组织 一个经济结构 亚投行 你不去参加 你断绝参与沟通的一条路 那么这个你怎么重返亚太 第二个21世纪就是亚太经济 就是海洋经济 那么你美国呢 在这个经济运转上面需要金融 那这个时候这么多国家 包括欧多的国家都参加了 这样的一个一个行刑 那你美国为什么要自决于外 自己把自己封闭呢 所以呢 不参加 对美国来讲 绝对是必多于利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正值菲律宾政府22号 推出第二部南海巡船拼之际 菲律宾空军又推出飞行计划2028 公布非空军远期发展目标 予通过购买现代装备 以达到侦测确认和抵抗 对飞领空入侵的能力 除此之外呢 菲律宾在南海还有动作 据环球网报道 继23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架P3C反潜巡逻机 和一架菲律宾军机抵近我国南沙里跃滩附近 开展飞行活动之后 日飞军机无视中方警告 云24号再度截火 抵近我南海里跃滩 菲律宾官员称 日本的一架P3C猎户佐侦察机 与菲律宾一架海军巡逻机 24号在巴拉网岛西北方向92.6公里处 进行了海上搜救演习 该方向大体指向里跃滩 但是该官员拒绝言明 飞机是否直接飞越里跃滩上空 日飞军机返航巴拉网岛后 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5G制9 立即表态称 24号的联合训练演习取得了成功 认为继续同菲律宾海军 展开人道主义灾难响应 以及搜救训练 非常重要 在前一天 即当地时间23号 清晨六时许 14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员 与三名飞军人员乘坐P3C反潜机 从菲律宾巴拉网岛普林塞萨港起飞 从大约1500米的空中抵近里跃滩边缘 飞军也派出一架小型巡逻机半飞 整个飞行活动持续约三小时 共同社援引日方派遣部队指挥官的话说 队员在训练过程中保持了适度的紧张感 对日本巡逻机在南海飞行仪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当前本地区国家最关注最关心的实际上还是发展问题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人为的故意渲染甚至制造本地区的所谓紧张 希望有关方面的互动能够切实有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而不是做相反的事情 除了派军机抵近南海 菲律宾也加紧对南海主张的宣传战 22号菲律宾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三集南海纪录片中的第二集《海上遗产》 讲述历史资料如何佐证菲律宾的南海诉求 与此同时菲律宾空军还推出《飞行计划2028》 公布飞空军远期发展目标 预通过购买现代装备 以达到侦测、确认和抵抗对飞领空入侵的能力 菲律宾空军发言人恩里科加纳亚22号表示 飞空军打算通过外购等方式 获得12架多用途战斗机 24架对地对可攻击机 4架远程巡逻机 4架电子战飞机 6部防空雷达 6套地对空防御系统 2架空中预警机 1架加油机 4架大中型运输直升机 和一个空军控制中心 菲律宾空军发展计划由来及久 在和中国进行所谓南海封锁的过程中 始终把空中能力建策当成一个基础 从目前基本情况来看 它基础很弱 另外一些机场的设施相对老旧 飞行员也严重欠缺 再加上国内经济形势捉襟建筑 所以建设所谓强大的海上空军 目前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从目前看 它基本的这种空军发展基础 按照菲律宾空军自己讲 就是菲律宾的空军 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 它以直升机老旧的观察机 当成基本的机型 从目前看 它基本的选择方式 就是看中了韩国的黑音 这种焦点机和攻击机 一体化的自然飞机 由于相对便宜 而且能够满足飞行员的训练 所以今后有可能成批量的采购 从目前看 签订的12架订单 有可能会马上实施 不排除今后 会引进日本美国二手飞机 当成自己空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组成 所以从目前的基本发展来看 菲律宾的雄心很大 但是要想真正在这个地区 实现空中优势 难上加难 另外菲律宾媒体近日报道 非国内一些组织呼吁民众抵制中国制造 特别是服装 以抗议中国在南海相关举动 对此菲律宾外交部23号称 非政府不支持一些组织 抵制中国制造的计划 南海争端不应是非中关系的全部 但非总统阿金诺三世 打算利用主办亚太金壳组织会议的机会 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讨讨论南海议题 最近有菲律宾的有主席的团体就呼吁要抵制这个中国 这个行动是配合前一阵子 菲律宾当时 所拍戏的三级有关南海的 纪录片的播出 在菲律宾独立城那天 有些批行一些小规模的细维 不过并没有在民间形成很大的波抄 然后甚至联行政当局 因为他最近的这些媒体宣传好像有点要散动 人民来投资中国 所以前一阵子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 菲律宾的总统委员出来呈现这个事情 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是要针对中国的 特意的要降低说 缓华的这种声调 原因就是菲律宾百姓多个大比较低 生活所欺 中国或继合大陆普罗加平手机要 已经很多年在各个城面都让大受菲律宾的欢迎 所以目前的政绩超音 以及有新政策有刻意目的的管理虽然在操作 但并没有起很大的波抄 也没有兴起缓华的这种议论 或者缓华的这种声积出来 好的相关话题呢 我们来联系台北演博士 千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杨阳 就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在台北演博士 邀请到的是台湾资深的时事评论家 李建南先生李大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文化大学李孔志教授 教授你好 请您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次日本和菲律宾的军机抵近我国的南沙 他们自己号称是救灾演习 这个理由能够自圆其数站得住脚吗 李教授 当然站不住脚 因为从种种的迹象看来 这是不符他们的目的的 第一个来看 就是那个他们演习的区域是目前在菲律宾的西边 那么其实比较能碰上海面上的灾害或是大自然灾害 这个台风的大多数在菲律宾的东边 所以就实际发生灾害的区来看 这是不太可能成立的地区 那么其次从这一次他们的装备人员来看的话 第一个他用的是反潜的巡逻机 那么飞机上面当然有日本跟菲律宾一共有17名的全军职的人员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并不是以真正救灾演练为目的 而大概就目的来看一定是一个某种政治的目的或军事的目的 总结来看我想他们这样的演练当然是为了要牵制中国 那么希望引蛇出动 希望能拉美国进来 甚至把这样的南海问题能够让他国际化 在其他的场合来做一些讨论 我想这是他们这一次演习最主要的目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菲律宾政府22号推出了第二部南海宣传片 紧接着菲律宾空军又推出飞行计划2028 公布菲律宾空军远期发展的一个目标 要通过购买现代装备 以达到侦测确认和抵抗对菲律宾领空入侵这样的一个能力 而怎么解读菲律宾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李大哥 菲律宾他是什么 第一个明年大选他要自己挑的人 这样他不选了 他也要自己挡自己的人出来 第二个呢 菲律宾是个很严重的 有时候地方势力是不甩中央的 所以他中央需要财 需要一个武器数以中央 还需要中央一个威势 要立威才可以号召天下 他有些南部 你像他上次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的候选人 不准另外一个候选人出来选 就把他跟助前三十几个全部杀掉了 结果到现在法院没有办法判 出庭了 出庭了两次 证人都被杀掉了 所以他不敢看 他中央没有威力嘛 第二个 这个阿基诺三十四 他以前在20 他在2012跟美国签订四项默契 他不叫条约 叫四项默契 他签订四项默契以前 美国每年给他195万美金 签完了当年就一亿多了 第二年两亿三亿多 这个钱是属于中央的 所以他跟美国搭 然后呢 就是说在外面可以凸显自己的这个 这个知名度 在内呢 可以巩固自己的权威 所以对他讲是有利无弊 另外一方面菲律宾外交部23号也说菲律宾政府呢 不支持一些组织 所谓的抵制中国制造的计划 南海争端不应是非中关系的全部 但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打算利用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呢 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讨论南海的议题 把这些事情啊 包括前面的军事议题都摆在一起 从逻辑上是有点令人费解的 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 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算盘 李大哥 因为南海问题重要 这是全世界都注意到的 那重要问题是南海的话 那菲律宾呢 当然是就近占便宜 那占便宜但是他没有实力 可是他知道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以增加这个曝光度呢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 主权都是假的 将来有什么利益多分一点是真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经济上要靠中国 然后他的政治立场上要靠美国跟日本去拉台 所以他有时候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两面矛盾 所以有时候要在精神层面上面 他会他会说一些伤害中国的话 迎合美日的话 但是呢整个他要考虑物质填补的问题的时候 他又必须不能跟中国作对 所以这一次的行为 我觉得菲律宾政府的盘算 其实就是四个 第一个商业的利益 经贸利益 我照耀 第二个我来纵容民间的反中势力 第三个我拉帮结派 把美国日本东盟的国家全部引进来 第四个这些问题通通国际化处理 嗯 我也不在在双边的场合跟中国谈 我就到国际的场合来谈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这四个盘算就符合菲律宾政府 他自己最高的利益 是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 我们把时间召唤到复杜兰博士 好的 谢谢台北院博士 接下来进入盼盼食品热点快评环节 据中心网综合外媒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3号称 美国将在七个欧洲国家 部署250辆坦克 布莱德利战车和榴弹炮 此外呢他还指出至少将临时 在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波兰 罗马尼亚和德国 部署部队 卡特在访问爱沙尼亚的时候 表示说 每一种武器的数量将共大约150至750 名士兵组成的联或营使用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官员表示 在临近俄罗斯边境的北约国家 部署武器 是自冷战以来美国做出的 最为咄咄逼人的一个举动 自克里米亚入俄和乌克兰局势计划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 对峙是越演越烈 由于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北约誓言要在东欧地区加强防御 分析指出 美国最新的宣布是加强北约盟国力量的最新举措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日本官员22号说 尽管遭到了国际补经委员会的反对 但是日本方面的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强行的恢复 在南极海域补经 日本先前向国际补经委员会递交了申请 希望能够获准于今后12年内 在南极海域列补经4000头小虚经 用于所谓的科学研究 该委员会随后表示说 尽管日方已经提交了补中的材料 但是仍未能够充分的论证补经的必要性 国际补经委员会1986年通过了全球禁止补经公约 禁止商业补经但允许与科研为目的猎补 据了解日本船只猎补的精肉通常都上市销售 进入到日本的餐馆 共同社报道说 眼下日本每年精肉消费量约在4000吨至5000吨之间 国际社会和不少反补经团体批评日本以科研为名 行商业补经之时 有评论认为日本方面在许多事情上 都罔顾国际社会舆论和相关公约 一意孤行为国际社会所不屑 希望日本方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 能够遵守国际公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准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洪秀柱 23号向蔡英文下占帖 希望与蔡英文辩论 要让选民看一场空心于实柱实在对虚心的辩论 洪秀柱说 从她正式表态参选至今 外界不愿正面的探讨政策 反而旨在立场打滚 为何不双方一起变一变 至于辩论的主题 她与蔡英文可以一起研究 最近外界常拿两岸问题来质疑洪 洪秀柱说 我们两人一起把两岸政策拿来讨论 看谁比较有料 有专家表示 坚持久而共识的洪秀柱 与蔡英文的差别非常的明显 一个实实在在 一个则是空心菜 用空心于实柱来概括两人的差异 可以说是非常的形象 洪秀柱的优势也不言自明 24号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发布会上 还就洪秀柱设两岸关系言论做出了回应 台湾的任何政长和个人只要反对台独认同九二公司 坚持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们都欢迎 日本冲绳县23号举行冲绳战役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 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并致辞 由于不满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计划 一些冲绳民众在现场的安倍发出了虚声 首相被虚事件在日本国内是否罕见 屡屡成为导火索的冲绳美军基地 到底在日美关系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连岸时视频里面红林 李建南有独家观察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观察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由 潘湾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日本冲绳县23号迎来了追悼二战末期冲绳战役20万人以上 战末者的魏陵日 当天举行了冲绳全体战末者追悼仪式 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并致辞 由于不满美军普天尖基地搬迁的计划 一些冲声民众在现场对安倍发出了嘘声 冲安倍海回去吧 相反的是冲绳县知识翁长雄志在这次时批评美军基地带来的沉重负担 赢得了现场民众的热气掌声 此外日本国会众议院22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将原定于今天截止的国会会期 大幅延长至9月底 以期让安保相关法案在本届国会内通过 日本媒体23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受安保法案等因素的影响 安倍内阁支持率跌至39% 好的相关话题呢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平林红林 以及台北演播室的嘉宾李建南 6月23号呢是追到二战末期冲绳战役20万人以上的战末者的魏陵日 那么红林能不能为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冲绳战役 以及魏陵日的情况 呃冲绳战役呢是在二战末期就是即将结束的时候 那么美军可以说对日本本土那么发动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那么在冲绳那么当时日军的坚守也是非常的顽抗 而且呢在受这种皇宣思想那种指挥之下 那么当时冲绳本地的很多民众事实上也参与了抵抗 并且呢在日军的这种驱使之下 那么也是呃可以说呢就是完全是充当了这样的一个炮灰 因此在冲绳本地来讲呃那一次战役中死亡呢 不管是日军的士兵还是当地的民众 应该说数字都是非常的巨大 因此可以说直到今天当地民众对于战争的记忆也是非常惨痛的 那么每年到了6月23号的时候会举行这样的一个战末者的一个纪念日 那么主要呢对那场战争那么进行反思 同时也是希望战争永不再来 法新社说呢 首相被虚在日本是比较不寻常的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黎先生您如何解读 这次安倍被虚事件 一个在首相被虚啊 啊这个这件事情呢 啊这个到在台湾呢 啊在台湾的报纸啊 安倍致辞遭呛 啊我们台湾都是用的是被呛 啊被呛的话呢 啊就是啊 虚是一种消极是不满的表达 呛是一个积极是不满的一个表达 所以一个首相被虚被呛啊 啊是很是几乎呢 啊以前呢还很少见到 那么这件事情呢 啊对日本本土来讲呢 可能呢他们就会说 充神人就是野蛮啊 啊充神人今天的遭遇活该 啊日本呢他宪法还有外表是没有阶级歧视 没有地狱歧视 但是暗藏的日本还是有强烈的阶级歧视 还有强烈的地狱歧视 最明显的辅导核灾 辅导核灾在抗议政府 对他们这个啊这个救援不利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说 难道我们是充神人吗 意思充神人就可以不管他的死活 啊那我们呢不是充神人 所以你得管我的死活 但是对充神人来讲呢 他也是累积了一个心情 第一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委屈 第二个战后 琉球是日本托管 充神人是没有日本国籍的 没有日本国籍 一些在日本本土求生的人呢 受到了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因为他不是日本国民 那最重要就是说美军的基地 琉球有一句话 今天的基地就是明天的目的 今天的战场就是明天的坟场 那他常常身在一个对未来的啊 一个恐惧之中呢 所以呢他希望呢 好这个能够搬走 好的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各位回到由盘盘食品 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安倍这次延长国会会议期天数 长达95天也是创下了日本现行宪法 1947年生效以来的最长记录啊 那么安倍到底在打什么样的盘算呢 李先生 因为安倍当然他第一个最希望是修宪 可是修宪他是叫假的 他是借着宪法解释呢 不断就解释呢 把他呢 整个变成达到修宪的目的 他必须通过法案 那这个法案通过呢 他的所作所为才能合法化 那么日本最近现在执政党 他占多数 所以他通过不成问题 但是他必须要注意到的 就是人民的感觉 还有社会的观感 所以他要看表决时机 在这表决时机呢 什么时候最恰当 所以呢 他把时间拉长 这样他可以选择表决的时机呢 这个呢 这个机会呢 就会比较多 比较多的话呢 他所以呢 他在这时候看 看整个外面的情势 以及人民的情况呢 他主要的是希望呢 他的安保法呢 以及一些相关的法规呢 能够在国会通过 然后达到他呢 这个整个呢 一个就是说 扩军上午呢 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昨天 深夜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 李宗盛